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我們除了鞋子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已經是有一些 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這裡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可以在 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可以買到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Sam 和我們的節目嘉賓 袁醫生 Hello Sam 你好 大家好 今集我們解讀聽眾的來信 我們有一位來自紐約的Tony 他是我們長期聽眾 他就很想問一下 有關於灌腸和滿腸的分別 紐約哪裏有滿腸中心呢 去之前要知道些什麼 或者做些什麼呢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這個滿腸和這個 灌腸的分別呢 有什麼需要知道的呢 還有很想多謝袁醫生 一直以來跟我們分享了 這麼重要的資訊 還有Tony說我們另一個節目 原網台另一個節目 周紹祥的節目很棒 現在Tony已經是Vegan 還開始了吃飯 袁醫生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Tony的問題 其實這個問題很多人都會問 我們滿腸或者洗腸 什麼形式都好 用那個animal bag 就是用那些洗腸袋 或者用一個叫做colonic的hydro therapy 或者滿腸水療 都是一個很久歷史的工具 在我們醫療科技 不是那麼科技化 即是說百多年前 家家戶戶其實都有這些洗腸的工具 當然最簡單的形式 就是一個洗腸袋 或者冠腸袋 我大家都認識宋美玲 姓為宋美玲女士 其實她在早年去美國讀書的時候 她都認識了這種冠腸的習慣 在當時如果家人有什麼病 媽媽或者祖母 會幫一些小朋友做一些冠腸 清一清之後她的燒就會好 或者她的傷風會加快復元 所以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治療工具 亦都說是一種保健工具 所以宋美玲在美國生活之後 學了這種保健的方法 她一直都保持著 所以她是活到1806歲 很多人都認為 這個是和她的定期慣性的洗腸的習慣很有關係 另外一位醫生叫Dr. Norman Walker 她也是一向貫徹推揚 腸的清潔和健康是很大關鍵的 她自己也是推行用生機飲食 素食和用冠腸的方法 她聽聞她活到118歲 另外一位自然醫療界很有名的醫生 是Bernard Janssen 她也活到90多歲 她雖然自己經歷過癌症 她也活到90多歲 她寫了一本很出名的書 這本書也是介紹 用洗腸板Colima Board 來幫助身體定期做洗腸的工作 這些是一個在治療界 非常出名的人物 這種工具其實一直都很耐歷史 很明顯的 那個Animal Bag 是一個比較簡單的工具 她可能就將一個袋子 或者一個杯子 一個大一點的器皿 裝一些水 用罐直接灌進肝門口 進入大腸 接著你就忍一段時間 忍幾分鐘、十分鐘 接著你覺得夠脹了 你就去方便 可以重複去做 在Animal Bag 最出名的應用 就是Dr.Max Gerson 應用來處理癌症 癌症的痛楚 其實她認為 如果你能夠做咖啡罐腸 即Coffee Anima 是最有效的 當然很簡單 你把咖啡煮滾了 沖了之後 做新鮮做的那些 或者罐腸器皿 自己進行罐腸 這是在家裡可以做到的 有時候 譬如你是一個癌症 很多痛症 痛很厲害的時候 你可能要做幾次 這個目的是 將肝排乾毒 當然 如果你不用咖啡 用普通任何 譬如乾淨的水 最簡單 都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有時候 你可以加些抑菌 或者加些葉綠素 譬如你的腸是有些發炎 可能做那個洗腸過程 會覺得很痛 主要是因為你的腸有發炎 這個問題 那你就可能 可以用那個熱綠素 熱綠素 那些 那些 沖 開氣了之後 就來到做罐腸的水 或者加些抑菌 所以罐腸 那個罐腸袋 是可以在坊間 是很多地方都買得到的 那如果你在外國居住 你去一些藥房 藥房 藥房店 一般的藥店 都應該都買得到的 叫做animal bag 那當然了 碗腸水療 那個就比較複雜 那因為在那個碗腸水療裡面 我有兩個兩個形式 一種就是叫做壓力式 就是它是封閉式壓力式 那它就用那個 用一些特別的管道 那就放入肝門之後 就用水 乾淨水灌進去 那也都是由乾淨水 是不斷地流出來的 那跟罐腸袋 不同的地方 罐腸袋 就是放些水 引它五分鐘 十分鐘 或者十五分鐘 半個小時都可以 然後你就放出來的 但是那個碗腸水療的過程 那些水是基本上 都是大部分 是不斷地流入流出的 那麼水的容量 是多過罐腸的 多很多的 那麼那個分別就是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的 我們的 管腸中心的治療師 就會幫你做一些 腹部的按摩 這樣就幫助你 那個腸 是不斷做一些 水療的運動 那麼 那個清潔的程度上 通常是軟 優勝過 就是用罐腸袋 那麼當然 那碗腸水療 通常是在外國 都有很多碗腸水療中心 那麼我們自己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都在十幾年前 就把這個 保健的方法 引入來香港 由來香港 其實是發展到 其他東南的國家 其實碗腸水療 都是可以這樣說 都是我們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在香港 好了 那 似乎你的需要 如果你在 你那個居住的地方 譬如你在紐約市 去找得到這些 碗腸中心的 你可以去那些地方去做 那麼 Tony 他問我們 知不知道有哪幾間 可以介紹 我們始終 對外國的碗腸 那些機構 我便說不出 在紐約我哪個 適合什麼人 其實很多時候 如果你去那些健康店 或者Health Shop 外面那些地方 有時候 很多這些 自然醫療的 那些重業員 會放些卡片 在那裡 甚至乎 你就上網 或者查一下 黃頁 或者電話查詢 你問一下 有沒有Colon Hydrotherapy 或者Clonic 有很大機會 他都找得到 我們中心裡面 因為香港始終是國際城市 我也有很多空中服務員 來到香港 都會第一件事 來做洗腸 也有些都是紐約來的 聽聞 他們在紐約都有 倫敦都有 大城市通常都有 當然 費用方面 比香港比較貴很多 所以 回答Tony的問題 我沒有辦法介紹哪一間 但是我相信 你自己去查一下 一定找得到 還有一個工具 Tony也沒有提及 就是 除了animal bag 罐腸袋 還有 碗腸水療 Colon Hydrotherapy 還有一個 中間的工具 我們叫做 Kolima board 洗腸板 其實這個工具 都是可以買回家製造的 在我們的診所裡 我們的中心裡 健康電委 也有這個工具 他們可以購買回去 有很多外國來的 或者是中國大陸來的人 始終香港 經歷過 試過碗腸水療 他希望能夠回家製造 他就會買這塊 叫做碗腸板 或者洗腸板 在家裏 裝在一個廁所裡 放在一個廁所裡 都可以 拿一張椅子 放在一塊板 放上去 拿一個桶 裝在一些水 把管子引落 肛門 這個自己控制 在那個 效果上 其實都好像 你去中心做 碗腸水 這個工具 在我們健康地 一直都有 始終有些病人 不在香港居住 他都想繼續做 甚至乎有些 香港的朋友 是來到住的 他都覺得 由來到我們銅鑼灣 來做洗腸 其實始終都可能 不太方便 他都會把這個工具 買回家用 所以這些工具 其實應該 如果多人用 我們可以這樣說 推揚碗腸水療 那些醫生也好 或者是自己用 經常採用的方法 這種碗腸方法的人 他都是比較上 比一般人 健康長壽很多 大家都了解 今時今日 腸癌是很多的 差不多可以說 腸癌是癌症裡面的 第二大殺手 而香港 在亞洲的香港 是亞洲最高的 預期 預測到2015年左右 那個腸癌 會成為第一大殺手 所以這件事 是不可輕視 Tony也有 多謝你 將這個問題提出來 這是一個被人遺忘 但一個很有效的保健 以及醫病的工具 因為在自然醫療裡 也有說 毒素內聚是主要病因 營養不良 也是患病的原因 所以在自然醫療裡 我們處理疾病 通常都是用兩大的手法 第一個就是幫他排毒 滿腸是一個最直接的排毒方法 或者清肝 或者淋巴推動 或者用皮膚發汗的排毒 或者紋負離子氧氣的排毒 其實我們強調的手法 都是身體之所以有病 因為是毒素內聚 可以用這個方法 將我們身體徹底去排毒 在我自己經驗裡面 因為今時今日 不孕的女士很多 越來越多 差不多有三個婚姻裡面 都有一個婚姻 就是經常上山就生不到 竟然我們的經驗 很多時候 用碗腸方法 是很快 令到那個女性 是很容易受孕的 原因很簡單 我們知道 我們的子宮 就在我們的下腹盆腔那裡 我們的大腸 都是我們下腹盆腔那裡 如果我們大腸裡面 經常有很多髒的毒物 這些毒物 是不知不覺 會滲入我們周圍的器官 因為我們的血液淋巴 會帶走 為什麼碗腸會幫助受孕呢 就是當你的身體子宮 在一個烏貴的環境 你的身體的智慧 就告訴你 其實我們不適宜養子 所以就會出現一種不孕的情況 原來如此 碗腸水療在我經驗裡 處理不孕的問題 差不多是一個非常非常有效的 我試過有些病人 女士跟我說 因為她很難懷孕 所以她從來都不會做一些避孕的措施 但一洗腸之後 就立即受孕 我也試過有一個 比較四十多五十歲的女士 她也是覺得無意之間 因為洗腸 她就想著自己很大 不是那麼容易受孕 結果都受孕 所以這個資料可以這麼說 在碗腸醫學文獻 科學文獻裡面 雖然過去很多這方面的文獻 我們也有一份文章 舉列了186個醫學文獻 即是說碗腸水療 對各方面的健康問題的效果 唯獨病人這方面 就沒有怎麼看 其實因為避孕這個問題 是近代比較多些的 早年避孕這個問題 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在我們的經驗裡面 就是我們自己的 實在的臨床的經驗 發現原來是處理 不孕這個問題 碗腸是一個非常之有效的方法 袁醫生剛才提到 碗腸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壓力式 另一種是什麼呢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我剛才跟大家介紹過 一種叫做 Pressurize 壓力的方法 也叫做 Closed system 因為管道是封閉式 不會見空間 還有一種方法 我叫做 Gravity Fat Gravity Fat 可以說是水位式 因為始終它的壓力是固定的 是視乎入水位的桶 是裝得挺高的 你知道了 如果水位升越高 下來的壓力就越大 通常我們都大概是保持 大概一呎一呎半的水壓 一個就叫做 Open System 或者叫 Gravity Fat System 基本上很簡單 有一個特別的設施 其實可以說是一個睡次 不是坐次 睡一張床 屁股便坐在廁所裡 廁所裡有一支管 讓你放入肛門 這支管很幼 差不多像一支圓筆 從剛才的 Pressurize System 那支管大概是比較粗一點 可能四分之三吋直徑 因為你糞便也有一個管 通出去的 Gravity System 就不需要的 你只是用一支圓筆 這麼小的管 將水放入肛門 但你放出來的時候 就是拔下刺盤的了 因為你的屁股是坐在刺盤那裡 雖然你的屁股是分平的 變成你可以隨意放便 拔下去的 下面有一個刺盤 這個就比較舒服一點 有些人會覺得舒服一點 那個Colima Board 其實在某程度上 都是用這個方法的 只不過你是用水 拿支管放入肛門 大腸 但你拔下刺盤 基本上在碗腸方面 碗腸水療有兩種形式 兩大形式 一個叫Pressurized 或者Closed System 或者一種叫Gravity Fat 或者叫Open System 在我們的中心裡 兩種形式都有 好明白了 好了 我們有第二封來信 這位聽眾 就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他問 為什麼Apple 蘋果的CEO Steve Jobs 喬布斯 為什麼不適用自然療法 去對付他的癌症 譬如他 可不可以大家分享一下 他這位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些人可能都不知道 他經歷過什麼問題 2004年8月1日 喬布斯首次透露 他有癌症的消息 2006年6月1日 喬布斯表示 他被診斷患有疑腺癌 2008年7月23日 喬布斯表示 他身上已經沒有殺毒瘤了 同年的12月16日 喬布斯又缺席了Madwell 然後2009年1月5日 喬布斯說 他自己患有賀爾蒙失調症 然後1月14日 喬布斯病休了 COO有第二個接替 2009年6月23日 醫院證實喬布斯 進行肝臟移植 同月29日 蘋果宣布喬布斯回公司 2009年9月9日 喬布斯病休了 之後首次出席這個發佈會 但是到了2011年1月17日 喬布斯又因為健康的原因 再次休假 同年的8月25日 喬布斯宣布辭職 很明顯 喬布斯受到西醫不停的毒害 為什麼他這樣身份的人 不懂得用自然療法呢 例如之前提過的諾克菲勒 就懂得用自然療法去醫病 很希望袁醫生可以解答這個問題 大家會質疑 為什麼我們說自然醫療 在醫療的全世界應用率 可以這樣說是排第一的 我們所說自然醫療 包括我們民族的醫療 中醫、印度的草藥 很多當地人用的工具 其實都屬於自然醫療 如果以一個人數來比 地球上80%的人 其實都是在用自然醫療 除了一些西方 或者我們叫做文明一點的城市 那些國家 我們就用一些對抗性醫療 所以對抗性醫療 反而是排第二的 同類療法呢 作為一個醫療系統 是屬於排第三的 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過 在祖賢諾克菲勒 即是那位尼克菲勒 他到98歲 他一生都是有同類療法醫生 照顧著他的 但偏偏呢 到他作為一個慈善家 他反而做了一些慈善活動 是將自然醫療和同類療法 可以這樣說是推倒了 當然的原因就是 諾克菲勒 他剛剛除了standard oil 他也擁有很多藥廠 那自然醫療所用的工具 尤其是在同類療法所用的工具 那些藥 可以說是窄賣不到錢的 因為第一自然醫療所用的工具 很少是能夠有專利的 西藥之所以能夠這麼賺錢 因為他有一種專利的藥物 在Fortune 500 公司裡面 其實十幾間藥廠裡面的總收入 基本上是多於所有其他家賣的 他們的利潤是非常之高的 差不多是百分之十七的 但是一般公司的利潤是2%至3% 第二個利潤高的事業 就是Commercial Banking 也有13% 但是最高最高是藥廠 所以你說 為什麼喬布斯這位Apple的總裁 為什麼不懂得用自然醫療呢 為什麼他只懂得用西醫呢 尤其是今時今日 如果大家想找到自然醫療的資料 其實最容易找到最多的是在網上 作為一個這樣的地位的人 也有一個很聰明的人 很聰明的人 但偏偏在健康方面 他可以這麼說 一點都不聰明 他只是用一種方法 結果可以肯定導致他死亡 就像他所說的胰臊癌 我以前和大家探討過 在胰臊癌裡面 曾經有一位醫生 Dr.William Kelly 他是一位整牙的 枯牙的牙醫 在德州一個細胖仔裡面行醫 他大概70年代 他自己就幻想到胰臊癌 在胰臊癌 在西醫的領域裡面 基本上沒有人存活 遲早都是百分之一百死亡的癌症 Dr.William Kelly 這位牙醫 當時患了這個病 他知道西醫的領域已經死了 但是因為他不想死 因為他兩個女兒都很小 他就在自己開始研究 有沒有其他更加有效的方法 結果被他鑽研出一種方法 用營養的方法 用食力的方法 用胰臊癌酵素的方法 他竟然把胰臊癌全部控制下來 當時在德州的父子 大家知道 小地方大家都認識大家 大家都想著 這位牙醫就快去世了 但就想到他 為什麼他還繼續在這裡 他還好地地 大家都開始問他 發生什麼事 Dr.William Kelly 就把他的經驗 開始告訴大家 所以很多人都因為 有其他慢性病 包括癌症在內 開始找他幫助 所以Kelly最後 就把他的診所 轉了的方式 他就不再做牙醫 他就成為一個營養顧問 因為他不是一個西醫 所以他又不可以開招牌 說我開始醫癌症、醫癌 只能夠做一個營養顧問 結果他一直行醫到80年代 他做了很多營養顧問 他處理過過萬宗 幾萬宗的病人 其中有萬宗是癌症的病人 他的成功率率 根據他的紀錄 有百分之九十三 當然他要求 如果一個病人 如果他是未被人化療過 未被人電療過 他的成功率 就可以好得很高 當然了 病者本身 至少肝的功能 腎的功能 肺的功能 至少還有一半 不能說器官都退化了 如果遵守他的治療方法 他差不多有九十三個百分之 當時他出了一本書 《One Answer to Cancer》 醫學界當然就是 政府方面 衛生署 就直接通緝他 想打壓他 他已經知道了 香港有所謂 其實這是全世界的 在所謂被西醫壟斷的國家 都有一條這樣的法例 就叫做 不良醫藥廣告條例 我相信 我和大家都分享過很多次 一般人一聽到這些條例 都以為是一種保障消費者 讓消費者不要被一些用醫傷害到 其實這個條例本身是一個原因 為何這位蘋果CEO 都沒有辦法得到這個訊息 其他非常之有效的醫療方法 他是接收不到的 因為這些法律的存在 當時Kelly 因為自己醫好了之後 寫了一本書叫做 《One Answer to Cancer》 接著在政府方面 不同的機構 包括稅務局 是不斷地來騷擾他 想打壓他 但始終他一直到80年代未退休 在過程中 曾經有一位西醫療 Dr. Gonzalez 好像是紐約的 就是探訪他 其中他都想知道 到底Kelly 所聲稱他的治療的效果 如果93%是真是假呢 他就去看他的診所 Kelly 都很開放 給他知道 他是處理過什麼病人 Dr. Gonzalez 就直接跟進了 就是他這些病例 這些案例裡面的病人 到底是否真的被他治療 發現他證實 就是Kelly 所說的話 全部是正確的 是真實的 Dr. Gonzalez 最後 他自己都在Kelly 可能學了他的方法 去了紐約 自己開過診所 Dr. Gonzalez 因為今次今日 我還在紐約行醫 我最近前幾年 都有一個病人 因為他家是紐約來的 他自己都患上乳癌 最後他都離開了香港 因為回去紐約 幾年之後 他都來過香港 都探訪過我 他都告訴你 他的癌症已經全部受控了 所以Dr. Kelly的經驗 就算是異狀癌 在西醫的經驗 百分之一百死的癌症 他都能治好 當然他期後 醫了很多這種病 所以說 資料是有的 在網上也都看到很多 因為我有這種 不良醫藥廣告條例 是令到很多人 是接收不到這方面的訊息 不良醫藥廣告條例 就不是一般人以為 如果你不可以做一些假的廣告 或者你不可以做一些聲稱 是沒有根據的聲稱 做一些假的欺騙行為 其實不良醫藥廣告條例 基本上是可以這樣說 是禁止任何人 在做廣告 來聲稱某一種醫療的工具 或者醫療的服務 是對病是有幫助 基本上在香港來說 大部份人的病 百分之九十的病 你都不可以說你是有白白醫的 那這個你想一下 他不理你是否是真或者假 就算你說我證實了這件事是有效的 是真的 在臨床上 在醫學上 或者在醫學雜誌 或者在醫學大學研究院 這些研究是證實有效的 但你都不可以說出來 所以為何我們今時今日 很多人都經常受到病的困擾 不小心陷入西藥圈套之下 搞到周身問題越來越嚴重 甚至是早死了 其實主要的關鍵性 是我們目前在西醫的壟斷制度之下 我們有這些不良醫學廣告條例 其實我們香港人有什麼可以做呢 因為始終法例存在之後 你唯一一件事是要推翻這個法例 既然說百分之九十的所有病人 你都不可以說聲稱醫 包括癌症 百分之一百肯定的癌症 你都不能說的 例如我有一種方法 我知道的 我的病人裡面 譬如一百個一百個都醫好 你走到外面說 我有這種方法是能夠醫癌症的 那你就觸犯這個條例 你就會被通緝 你就會被告 你就會被罰 所以呢 那個問題呢 為什麼 就是很多人 今時今日 我想 那個喬布爾不是唯一 是很多很多人 都不認識 就是因為我們有這樣的法例存在 那麼在香港 我們有時候 有些機會是可以打破這個官司的 就是這些條例 譬如前一陣子 香港沒有癌症醫院有幾個醫生 又好像有兩個醫生 那就是因為那個醫生不准做廣告 被那個醫生裏罵他 那麼他就一直打官司 打到高等法院 那麼他就以那個 即是我們每個人 這種條例呢 基本上是妨礙了一般人 得到這個醫療的選擇的 信息的自由 那麼於是這個官司是打贏了的 那麼其實香港呢 有幾條法例呢 包括这个不良医药港口条例, 还有一个是将所有的营养素都归纳为那个西药,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一种是恶法来的, 可以说是一个很残疚的法例, 其实如果我们肯大家合在一起, 找到这个机会, 就是在一个官司里面, 一直是我们向这个法例, 改这个法例,挑战这个法例, 如果我们将这个法例消除了之后, 香港人接收这方面的医疗讯息会大大开放, 也会有很多有效的工具, 香港人会很容易接收得到, 所以我真正要做的事, 在我的香港更好大行动, 很多年前我都有这个概念, 如果大家肯集疫成求, 只是存一笔钱, 作为一个维护医疗健康自由的基金, 帮助需要的时候打这类的官司, 其实在香港, 你去酬钱去告人, 就是犯法的, 但是酬钱去Defend你自己, 这个绝对是没问题的, 其实香港这些机会大把, 因为很多公司遇到这些问题, 很多公司都算数了, 因为罚款不是很多, 可能几千万就算了, 但是不知道呢, 因为这些这样的条例, 是令到很多人, 是无谓死, 慘死, 是不需要死, 而死了的, 我希望如果大家听众, 真的了解这个问题, 其实我有很具体的解决方法, 我们成立一个维护健康, 然后医疗健康自由的基金, 我们香港打这些官司, 你打到高登法院, 我想50万左右, 都可以打到的, 我将这种恶化, 是彻底消除了他, 香港的, 我们会救的人是无数, 可以救很多人的生命, 我想这位乔布尔, 我想都太迟了, 在外国, 就是所谓名人榜里面, 其实很多人用自然医疗的人很多, 包括有位女星, Suzanne Summers,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她, 她好像自己有癌症, 她自己用自然医疗的工具, 医好了之后, 她就成为一个自然医疗的发言人, 她自己也有自己的网站, 介绍这种方法, 所以, 其实今时今日, 健康的资讯, 是由自己去发挥出来的, 那人健不健康呢? 是靠你自己的, 所以, 这位乔布尔, 是吧? 乔布尔, 是吧? 这位就是不幸, 那除了他之外, 你知道了, 标基也是, 在这方面, 最近就是她的基金, 她大量是购买这些疫苗注射, 她以为疫苗注射是可以帮助很多疾病, 可以控制一些疾病, 那大量是捐赠一笔钱, 就是帮助第三世界的小朋友, 大规模地打疫苗注射, 其实她不知道可能自己好心做坏事, 因为今时今日, 很多疾病, 包括自闭症这方面的问题, 其实都跟我们的打针有关, 这些这样的, 十文仔一出生, 在痕病里面打几十几十, 好像成六十几支针, 有些是混合针, 加加三十几六十几种, 令到她的免燃能力是彻底破坏了, 所以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的无知, 我想这位CEO, 她可能对电脑方面是一个天才, 但很可惜, 对健康方面, 她真的可以说是一个蠢才, 她真的完全不知道自己做过一件事, 令到自己的喪失性命, 希望大家多一点在这方面, 自己做点事, 多一点认识, 因为网上这方面的资料很多, 明白了, 谢谢袁医生这么长的分析, 我们的第一节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休息后, 再继续自然疗发与你,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站3w.h-e-a-l-t-h-s-h-o-p.com.h-k 自然疗发与你这个节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自然疗发与你, 我们继续解答一下听众的来信, 好了,这位听众有些问题很想医生解答, 她说听了我们的节目一段时间, 她说不想自己再被药物控制, 所以就E-mail给医生请教一下, 这位女士42岁, 患有包疹异形, 接近20年, 当发作的时候, 阴暴很痛, 酸软和流白带, 有时还会起水泡, 但是她们计划生小孩, 如果坏人出现这个问题, 怎样可以舒缓痛楚, 和很想知道解决的办法? 好了,第二个问题就是, 她的丈夫38岁患有遗传性的胆固症, 一直有吃开胆固症, 她还有头痛的问题, 脚板底发炎, 接近四个月还未好, 胃部的剧筒, 是否喝三杯大滚水就可以舒缓呢? 以上问题有什么自然疗法, 可以代替食药或者茶药膏呢? 还有什么途径可以学到多些自然疗法的资料呢? 或者网站等等呢? 医生可不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呢? 这封信的这位听众的资料, 其实问得很好, 因为我想趁这个机会, 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的医疗过程里面, 其实是怎样的一回事, 因为我最近都有位病人, 这位病者都是听我们的节目的, 他就来我们处理健康的问题, 他就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我们都说过, 其实很多时候在同类疗法治疗的过程, 如果我们还能够找到一只药, 而这只药是整体符合整个人的体质, 接着就是什么病都可以治疗, 他以后都会健康起来, 他就有这样的期望, 因为我都强调了, 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是很仔细去分析, 一个病人帮他找尿剂, 我们可能要成五个小时的时间, 他说五个小时, 可以长时间, 费用会相当很贵, 大家都了解, 我们一般来说, 如果一个病是一个普通的急性病, 那当然不用五个小时去分析, 我们可以说十五分钟都可以找到, 但是当我们遇到一个病人, 他是有多种的问题, 尤其是多种的慢性病, 或者是缠绕了很久的问题, 那我们就开始要想, 我们能不能够找一种疗剂, 是对付整个人的体质, 可以这样说, 体质的疗剂, 其实不是太多, 是十几二十只, 大致上是十几只, 我们过去在我们的网台, 我都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么型, 什么型的人, 炎型的人, 马前子的人, 炎型的人, 硫黄型, 赤脂蕾, 石虫型, 我都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 我们会想想, 什么情况之下, 我们需要用这种方法医病呢? 就是当一个人, 有这些慢性病, 例如这位听众的资料, 他这个问题有抛诊, 成二十年, 都不断尾, 大家都知道, 一般来说, 是病毒性感染, 例如抛认,你患了之后,就一生潜伏在我们的身体 但潜伏在我们的身体,不是代表你的身体一定有病征出现 基本上,如果你的身体的状态好 这些症状就不会发出来的 当你的状态差,或者做了一些东西,或者吃了一些东西 你身体是不瘦的,或者是一种敏感性的食物,或者疲劳过度 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抛认就会发出来的 很多人的唇瘡,有些人无端端就会发出来的 他们知道,当自己的状态差就会发出来的 或者很明显,有些人吃了某种食物,就会发出来的 当然,在这种医疗方面,我们很明显是一种慢性病 慢性病的处理,我们通常要考虑整个人 还有这位听众也有说,他除了这个之外,他还有头痛 虽然他没有长述说是什么的头痛 或者是脚底发炎,近四个月都未好 还有是胃部剧痛 他问我们,我以前也提过,用水可以医病 Dr. Badmangelli 这位医朗的医生提倡过 其实是胃股羊一种很有效的方法,就是用水 因为很多病都是身体缺水,细胞缺水 但当你遇到一个病人,通常一般人都是有几种慢性病 在身上的 在这种情况,我们就要用这种所谓整体性的医疗 或者体质性的医疗 我们就会很详细了解病人整体 除了知道他抛诊的问题 抛肚发作的问题,其实基本上大致上都是这样的 就是会痛,可能是灼热的痛,酸软,有留白带,或者水泡 这些都有几个阵营的,有几个疗剂 但你要包括说,为什么他经常头痛,经常胃又不舒服 很明显,我们希望能够找一个整体性的疗剂 适合这个人的整体性的体质来用 在我们的临床经验,我们发现 大概有5%的机会的情况 有些人的体质是很入型的,例如他是一种炎型的人 意思是他炎型的症状,例如他头痛,怕晒太阳 头痛是5间11点到下午1点会出现 他有一种食炎的人,情绪方面 很多不开心的东西被捞掉,可能导致他头痛,导致他睡得不好 很多时候,你发现一个人的整体方面 在多样性的问题,我们就会考虑用一个 希望找一个整体性的疗剂去帮他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便用Constitution Treatment 即是体质治疗 但如果是一些急性的病,或是很明显的緊急短暫性的病 我们用的方法就会不同 会考虑本身的病征是怎样的 所以在这位病人的案例里,我肯定如果他来诊所 我们第一件事就会用整体性的,就是了解整体 配一种药,这种药有能力将多方面的病一路一路减减 不一定在一剂之下,什么病都不会再生病 这就没那么理想 始终所谓人患病,病本身的目的 都是帮我们自己医治 对于吃错东西,你就会摸会嘔 身体有毒素有问题的,你要排除它出来 这也是我们身体的一种排毒机制 所以你的身体一生里,一定会有这些排毒的现象出现 你不能够期望,如果我们找到一个疗剂很适合你 以后你都不会有病,这就是不切实际,也不可能的事 我最近有一个案例,病人两年前来过,2008年来过 当时有些皮肤问题,我记得我用了疗剂给他之后 他就没有再回复诊 最近好像昨天回来,我问他的情况如何 你没有回复诊? 当时我给了疗剂给他,一吃之后 他就什么病都好了,皮肤病什么都好了 所以他就觉得不用回来 所以你会遇到这些情况 但当然两年之后,你看他的皮肤问题 过去两个月又回复了,手指脱皮也很厉害 整身都是没有干净的地方 当时我就怀疑 因为两年前,为什么你不回来呢? 是否医不好你呢? 他说不是,他完全好得很好 他也不用再医 但两年之后,问题都要再继续处理 就算我们有时候找到疗剂是很好的 很奇迹地将你的身体体质、整体病症 全部消失了,改善了 不代表你以后都不会有病 但如果你是很幸运的 譬如你是很入型的人 这个疗剂適合你的 很多时候,将来你有什么问题呢? 很可能同样的疗剂都可以适合得到 我可以叫做二病同治 同病二治 在同一个疗法就有这个情况 有一次同一个病,我用不同的疗剂 也可能一个人里面有不同的病 是同一个疗剂 所以我们要处理哪一类的问题 如果是急性的问题 我们很快手 有时候有些伤风感冒 我们15分钟就差不多找得到 所以这位听众 他的资料我们都很难说 因为他自然医疗有什么具体方法 自然医疗有什么具体方法 自然医疗的方法真的多到死 那怎么去找呢? 每个医生用的工具也会有不同的 他跟着就说 他的先生38岁 有遗传性的胆固醇 一直吃开胆固醇清 胆固醇药 同意在我们的网站 大家都有讨论过 其实胆固醇本身 基本上不是一个病来的 但是很多人在被医生 验了出来说 胆固醇高 这些胆固醇吃了很久 吃了一小 外国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发现有些胆固醇高的人 吃了胆固醇去压 压压一小 因为他的生命没有因此而长寿 不会因此而中风少了 心脏梦少了 这似乎是长寿 发现一世吃胆固醇药的人 最终的寿命都没有增加过 有小组的人 可能增加过两十多个月 或者是几十天 但是如果患的是 所谓遗传性的胆固醇 可能是高得很厉害的 就是远超一般人 很可能这种情况之下 你吃的胆固醇药 很可能会有帮助或者需要 但是不是说 这种问题 所谓遗传性的问题 是其他的方法医不到的 比如我们医的蒙古症 蒙古症在医学上 已经被断围 是肯定是遗传病的 我记得在早年 我去印度的时候 很多医生都给很多 蒙古症医好的例子 给我看 我坐在他旁边 看病例 有小朋友进来 他说这个小朋友是蒙古症的 你看看他 完全的样子都变成了 所以在同学疗法 也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 就算是遗传性的病 其实也是一样可以医的 尤其最近香港 全世界都开始很多 这些自闭症的生育 自闭症的生育 是很花精神 很花时间 在美国估计 要处理一个自闭症的10元 是费用大概300万美金 所以香港养10元 是英贵的 然后有千多万的 港币养10元 到25岁 大家都知道 但最大的问题 其实我们已经有很多 很好的工具 尤其是同学疗法 处理这些病的效果很好 你处理多多之后 不要说你省了很多钱 你想想 处理这些病 你照顾的心机是多厉害 你照顾人 有时我见到一些父母 有这些小朋友 患上这些自闭症的小朋友 我真的很佩服他们 他们的爱心 真的要很高 很厉害 才能够应付得到 好了 在这种问题之下 我觉得我们会用同类疗法为主 这位听众也有问 有什么途径 资料自然疗法的书 或者网站 其实今时今日 如果你英文程度 一般看得到英文 其实你上网 这个资料 网上自然医疗的网站 的书 是多得你 根本你看不完 是的 所以这个问题绝对不会很大 你真的去找 然后真的很多很多 其中有个网站 叫做macola.com M-E-R-C-O-L-A Macola Macola是一位西医 很多年前 他就开始 推药 成立一个网站 推药自然医疗 macola.com 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因为他本身 他自己的底下是祭医 那么他最近呢 我也都知道了 他说呢 他现在有成一百个staff 是帮他 maintain 这个网站的 他这个网站 有很多方面的资讯 很多video 很多资料 那么 也都差不多听闻 最近呢 他每一天的heat rate 是一个过一百万 但是当然了 这是英文的网站 也都差不多是非常之受欢迎的网站 有关健康自然医疗的网站 OK 大家可以 不妨呢 如果需要 英文程度好呢 可以去上去看看 那我自己都在我们那个 我在我们的 我就用这个 这个途径 是个言网台 自然疗法与你 这个节目里面 那希望呢 是将这个 讯息呢 是给大家可以接受得到的 好 好 麻烦了 原声解答了这位小姐的问题 那我们今集呢 就应该就是 解答了这一封信就完的了 那这一封信呢 就是 问呢 这位听众就问他 他有一位家庭的成员 发现有痔瘡 那医生呢 就建议他 做手术 移除了他 那他就 想问 有什么食物 或者 自然一点的疗剂可以帮到他呢 那相信呢 大家如果都记得呢 我都都在 早期呢 我们开这个 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呢 我都很详细 是讲几个很重要的概念的 那其中一个概念呢 就说呢 我们当作一个 医疗的消费者 那我们去找医生去寻求 就是帮助医病的时候呢 其实呢 我们有很多种的层面的医疗方法 那其中一个呢 我们就叫做舒缓式的 这种舒缓式的医疗呢 就是有些头痛啊 那你可能呢 你吃一些 小通药啊 阿时不灵啊 鼻里痛啊 那你就舒服了些 那但是呢 你就不会说 因为你所做了这件事呢 你那个头痛呢 就以后都少发作啊 或者不发作啊 那但是你是舒缓的 就算有很多自然医疗的工具 都是这样的 譬如你可能 你那个 你有床胃不息 那你吃些 喝些薑茶啊 或者是吃一些 喝些薄荷茶啊 那可能都舒逓 舒缓到消化不良 这些问题的 但是呢 你做到这个之后呢 你当时舒服了 但不是代表这个病 是彻底好 好了 或者这个体质 彻底是改善了的 那这个我们叫做舒缓式医疗 那叫palliative treatment 其实无可厚非 有时都需要的 那有一种医疗呢 就叫做抑制抑制 抑制 就是说呢 在那个处理的过程呢 其实我们一味呢 只是按那个病征的 但是呢 我用的手法是错误的 那在按这个病征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就出现了什么呢 是出现了更深层的病出现了 就是说很多急性病呢 这一下就变成慢性病 这些的经验是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有的 今时今日 我们所接触的 对抗性的医疗 的手法 其实都是完全是抑制式的医疗 那简单来说呢 有时有些人是 有皮肤敏感 濕疹啊 那他用那些 雷固醇的药膏 去按它之后呢 那很快呢 他就会出现了 烤喘的问题 那在我们的自然医疗 和同学疗法的分析呢 就是这种抑制医疗的后遗症 你本来是一个表面的病 但是你处理得不好呢 是变成了一个深层的病 那在同学疗法里面 有些经验 譬如我们说呢 你千奇身体有些东西 身体有排斥的能力 如果你是用一种手法 是将你身体几图排斥出来 那个症状 那些症状是按低了之后呢 你会出现更加深的病 譬如有些人 有些人 液下出汗出得很厉害 那他用一些物质 去盖它 或者噴它 那些antiperspirant 那些可能有些 是有些含铝的成分 那些物质 如果有些有试过呢 有些情况呢 你按了之后呢 接着那个人就生脑瘤的 那你处理了之后呢 那个液底的出汗 或者脚汗走出来 那那个脑瘤就消失了 那就是在我们的治疗里面 常常要很强调呢 你进行的治疗呢 你要知道你用的是 一种舒逢的医疗 或者抑制的医疗 那种种叫取缔医疗 就是说你那个器官是破坏了 譬如你宽关节坏了 或者你膝头的关节已经坏了 即是不可够弱了 起码失医的角度 认为没得够了 那他就用那个手术方法 就是用一个假的关节 那这种叫做取代性的医疗 那最好的医疗呢 当然呢 就是regeneration 即是再生的医疗 就是回复你器官本来做不到的东西 而彻底是将它医治好 那这个叫做最好的医疗 那开刀这方面呢 很明显 就是开刀不是一个最好的医疗 开刀呢 第一本身有问题有危险 虽然现在很多在西医方面 就认为现在手术的手法已经很好了 没有以前那么多问题 但我也都遇过这些病人 就是有普通的小小的痔瘡 就去做手术 接着就痛不欲伸 接着就痛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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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搞到很久 再做都做不到的 那这些案例我自己都遇过 也都处理过这些病人的 那我记得我有一次 在一个医生的例会 那在座有很多西医 政府医生来的 那其中我听到 有一位女医生呢 都说她最近呢 就是做了痔瘡手术 不是一个最理想的方法 那始终我们的身体 你切掉了这个痔瘡 痔瘡是一种膨胀 在肝门附近的膨胀所的痔瘡 那些是血管 那些身体的血管很多的嘛 就算批准、撤准或結紮的 其他血管也會再出現 所以開刀很明顯 不是很差的醫療方法 最好的方法是 如何能治療人 導致他不會再復發 或者復發起來 頻密會越來越減少 這就是最好的方法 而且不會有副作用的方法 聽眾問有什麼自然的方法可以處理 首先要大家了解一下 痔瘡到底是什麼問題 痔瘡可以簡單來說 是我們身體的靜脈 是我們光門附近的靜脈 是膨脹了 為何膨脹呢 因為它沒有彈力 於是膨脹了 於是膨脹了 就會聚積一些血 血會塞一塞 有時候磨穿了就會出血 但有時候人們摸一下 咦!有一塊東西凸了出來 會怕會不會是一種流腫呢 其實這不是流腫 痔瘡只不過是一個膨脹了的靜脈 在江門附近的膨脹了的靜脈 那什麼引發它呢 很多時候就是長期坐 或者長期站 或者有些人咳得很厲害時 痔瘡也會移出來 或者有些人搬重東西 有時候可能不需要很重的 有些人搬得很重的姿勢 都可能會移出痔瘡 也有些人在大便便秘 谷便那裏 也可能有些人在肚射方面 會導致這個痔瘡 會引發痔瘡的症狀 其他的可能性導致 就是肥胖 或者缺乏運動 還有一個我覺得最主要的是肝有問題 為什麼呢 我們身體的靜脈 在大腸的靜脈 會經過一個肝門 肝的靜脈 回到我們的肝 我們叫做Portal Vein System 如果我們的肝是堵塞的時候 這些血液流回我們的肝 是去得不暢順的 於是會抹回到下面 變成植物因此會腫脹 我覺得在我們的經驗來說 要長期處理痔瘡問題 我們首先要疏肝 中醫有這種概念 要處理肝 讓肝是流暢一點 不要失去 我們的血液不會堵塞 會令到痔瘡發作 所以我重心會在肝那裏 有些人會吃一些食物 有些人會說是熱氣的食物 中醫來說是用熱氣去解釋 有很多時候食物不一定是熱氣的 肯是一種食物敏感會導致 當然在文明地方的人 為何自從那麼普遍呢 因為我們食物裡缺乏纖維 還有一個情況就是我們的賀爾蒙 尤其是在孕婦 或者生了三分子之後 當然孕婦在駝嬰兒的時候 胎兒這麼大 亦都鞠住了血液的流通 亦都直接在物理上都可以解釋得到 痔瘡很普遍 一般來說 一半人50歲 即未到50歲 已經有經歷了痔瘡 隨直年來增長 可以到一直都會增加 直至到差不多70歲 好了 有些什麼症狀呢 如果通常有些人有痔瘡 他會感覺到很癢 很興 燒燒熱 當然痛 發炎 症 有時候可能有些流血 或者有些分泌出現 血液通常比較鮮紅色 有些人在大便的時候 突然覺得痔瘡 痔瘡很害怕 但如果你看到血液是鮮紅色 很大機會是痔瘡 痔瘡通常不是很嚴重的病 只不過是不方便的病 痔瘡有幾種形式 有一種叫做外痣 外痣 外痣 通常是凸出來 有一塊硬物或者腫脹 甚至乎有些血塊 這種外痣 通常是比較硬的 有時候血液塞了 痔瘡變得藍藍青青 這種情況通常是年輕人比較多 通常這種痔瘡外痣 比較痛很多 很痛的 還有一種痔瘡叫做內痣 內痣很明顯在裡面 內痣和外痣有個很特別的地方 內痣通常是沒有那麼痛的 通常是肝門和大腸之間的邊位 這種情況之下 為什麼沒有那麼痛呢 因為內痣的位置 其實我們的神經線比較少 所以感覺上是沒有那麼容易痛的 內痣比較容易流血 所以有些人無端端 痔瘡完大便之後 看上去刺盤 嘩 這麼紅 但他又不覺得痛 又不覺得成 他會很驚慌 很驚慌 其實這很大機會 尤其是鮮血是內痣的問題 做一種痔瘡會跌出來 我記得遇到一個病人也是 他痔瘡會痛到他坐不到 要躺在那裡 很大膏 很大地突出 這種情況的痔瘡可以走出來 當然嚴重的是血泉 會形成血泉 這個時候 可能血泉 會更加痛 我記得有個病人 我差不多要去家房 因為他的痔瘡痛得很厲害 痔瘡很有趣 痔瘡是人才有的 動物沒有痔瘡 很明顯 我們人是有什麼特色呢 就是我們的飲食方法 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這是人才出現的問題 正如我所說 雖然很普遍 可以說50%至75%的人 在一生裏面 都有機會出現痔瘡 好了 我們聽眾問我們 除了開刀之外 還有什麼好方法 肯定開刀不是一個好方法 沒錯 開刀不單止有治標不治管 以及很痛苦 好了 營養方面 我們剛才強調 我們缺乏運動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如果在工作上 經常都要坐在這裏 當然有些人的工作 改不了 我是做受科員 我經常要站在這裏 那怎麼辦 你叫我改 為什麼我不做 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最重要是看肝臟 用營養素或者草藥 先清乾梳乾 我發現很多時候 你做這個做得住 或者我們以前都教過 我們用清乾膽的方法 試試用這個方法 你聽我以前的節目 我都很詳細講過 第二就是那個纖維 纖維有很多種纖維的工具 當然在我們進食的果汁方面 我們可以試試 將一個攪拌機的方法 將水果蔬菜攪碎 而不是榨汁 這杯裡面有很多纖維 吃到糙米、紅米、蜜片 都會增加 我們也有一個工具 是一家公司叫Arise and Shine 它是用車前子粉 用火山泥 然後用益菌 用草藥 草本清腸化的草藥 以及保抑性營養性 五個工具 我相信用這個方法 將整個食道去處理之後 這個也會非常有效 這個工具叫Arise and Shine 這家公司 它有一本書 在健康店 我們有很多人賣 我們用了很多 十幾二十年 如果大家想了解 或者上網都可以看到 很詳細地可以看到 這是什麼工具 還有工具 就是用鈣和鎂 Calcium Magnesium 他們的很多資料都認為 可以幫助你的血存失問題 也可以幫助減少腸癌 所以可以用這個鈣 1500mg 一日 尾是750mg 還有維他命C 還有維他命C 和維他命C摘 Bioflavanoid Rutin Hesperidin 這些全都是C摘 維他命C 是3000-5000mg 一日 這當然是幫助我們血 正常的凝結方面 維他命E 抗氧化劑也非常有幫助 還有就是維他命B杂 在某程度上 其實這些很簡單的工具 C、E、B杂 這些完全都有幫助 除此之外 有其他工具 譬如吃Cocutane 或者吃Galic 大蒜、甲 這方面維他命A 和維他命D 其實都可以幫助得很好 草藥方面 蘆薈、蘆薈汁 尤其是有傷口的時候 你可以用蘆薈 內服或者直接塗進去 這是非常有效的工具 我有份資料 有一個工具 是一種叫White Volcanic Ash 是一種火山泥 直接敷下去 成功到90% 當然我認為是一種舒緩的方法 在自然醫療裡面 我們的重心 都是希望用梳干 和飲食的方面 來改善它 喝多點水 當然咖啡、酒精 這些新辣的食物 辣椒這些 如果你吃了 有事 很明顯不要吃 自己的身體會告訴你 還有阿麻籽油 一天喝1-2湯匙的阿麻籽油 也會幫助你的糞便 讓它軟化一點 不會有肝硬 如果真的遇到治疏問題 在某個地方 你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你要做什麼呢 用大蒜 剝皮的大蒜 塞進肝門裡 尤其是你發現 如果有發炎的情況之下 可以這樣用 也可以用那些 下山薯仔 將它披成一塊 一塊 一塊 一個形狀 一種失肝的方法 也可以幫助 當然我剛才所說的 洗腸 很肯定 直接洗腸 將你縮便 將它大量清除了之後 那你那個痔瘡這個問題 是很即時可以舒緩得到的 那其實工具就很多 那如果是遇到 譬如家裡這樣 那有時候我有一種叫做Sysbath 即坐盤熱肉 即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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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盆熱水 這樣屁屁屁坐下去 也都會幫助的 那你過去也都看到 有些人就是 痔瘡開了刀之後 我見過他就用一個 一個Cushion 一個Doughnut 即是你看到 通常都是 可能被人開過刀 那最近的研究發現 其實這些 一個圓圈的Doughnut 這些Cushion 其實不是那麼好的 那如果你要坐 就坐一些軟剪就可以了 就不要強調 買這些Doughnut shape 這些軟剪 因為這些反而 是令到你的壓力 更加厲害 那當然 當你痛的時候 要清潔的糞便 乾淨小心一點 不要用一些很粗的刺紙 用一些濕了水的刺紙 慢慢清洗 那也有些地方 有些刺盤 有些噴水式的乾 那吃東西方面 都是盡量不要吃那些 射藥、射鹽等 那些盡量減少吃 好了 這些就是我們聽眾 剛才所說的 就是說 有些什麼自然醫療工具 我剛才所說 其實大部分情況之下 你加上梳肝 都非常之有效 但如果 你遇到一些很頑固 痔瘡的問題 那我就會用什麼工具 我就用同類療法 那現在時間關係 我想留下一次 我跟大家詳細講解一下 在同類療法 我怎樣用工具 去處理這些 比較困難一些 嚴重一些的痔瘡問題 那也是同時給大家了解一下 這個就是急性的治療 就是同類療法 有些是慢性病的處理 有些是急性病的處理 那在痔瘡裡面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只需要 用急性病的手法 可以找到療劑 那下一次 我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同類療法裡面 有什麼療劑 對付這個痔瘡 是非常非常之有效的 好 謝謝袁先生 這麼詳盡的講解 那可能各位聽眾 也想知道 剛才袁先生說的那些工具 例如火山泥那些 在哪裡可以賣 其實是在我們的陸創意店 或者陸創意的 網上健康店裡可以賣 謝謝各位 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讀數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 25773798 網址 3W.N-A-T-U-R-A-L-H-E-A-L-I-N-G.com.h-k